有一輛行車記錄器拍下驚險瞬間了 桃園這一輛轎車逆向超車 還闖紅燈右轉 當場把正要通過路口的機車騎士給撞倒 駕駛似乎恍神沒煞車 整輛車這樣壓上去了把機車壓在下面 事後駕駛承認自己闖紅燈 還好這騎士只有輕傷沒有大礙 執行遇到紅燈停下來 前方車輛來來往往 沒想到這個時候 右側的機車騎士突然停了下來 原來是後方轎車等不及了 逆向超車 不料駕駛看到機車似乎恍神沒踩煞車 正在轎車撞了上去 機車硬聲聲被壓在下面動彈不得 驚險的車禍過程 全被後方行車記錄器給拍了下來 而銀色轎車車主 傳後後趕緊下車查看傷者狀況 事後也坦全自己闖了紅燈 幸好最終倒楣被撞的機車騎士 是只有輕傷沒有大礙 同樣因為闖紅燈釀貨的 還有宜蘭這台水泥車 他搶快往前直衝撞上小客車 小客車被推著走直到分隔道 才整台停了下來 闖紅燈車禍意外層出不窮 風圈駕駛遵守交通規則 才不會害人又害己 記者泛國慶雨晨璇 桃園採訪報道